日前,美方长马蒂斯透露,美方即将在下个星期撕毁美俄中导条约,正式结束这个有着三十多年历史的核武器限制条约,虽然近来美国频繁退群, 但是这次却不同寻常,被视为最危险的退群,使得核冲突的风险大增,作为美军大国竞争的主要对手,俄罗斯和另一个大国,一直是美国关注的对象,甚至美国还专门成立针对两个大国的战略研究单位,目的就是更加了解这两个主要对手,尤其是作为美国专业智能的兰德公司 美国也认为,这两个国家已经成为美国的最大对手和竞争者,而刚刚美媒报道,美军已经确定能下一个主战场,加快重新订阅太空战略,全速运转战争机器,而目标就是这两个军事强国 10月21日,美国防务周刊报道称,针对俄罗斯等国威胁,美国军方正在更新,符合新的作战需求的防空战略 五角大楼认为,美国军方应该完善现有的防空体系和装备,以确保能够超越俄罗斯等最接近美军的对手 对此,美军太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司令也声称,目前该部门正在更新自己的防空战略 而此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应邀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发表演讲着,俄罗斯是美国最大军事威胁 另一个新兴大国则是长期对手,而面对美国毫不掩饰的敌意,全世界都在盯着两个大国如何应对 据悉,美军早在2012年,指定了新的防空战略计划 美军高层认为,防空战略计划在国防战略中,具有以重要的作用 随着俄罗斯等国两国防空力量的增强,美国是要重新调整防空战略 美军趁俄罗斯等国的导弹、航行航空、探索外太空等都具有军事目的 美国的对手们正在占领太空,这对美军来说是巨大威胁 尤其是俄罗斯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以及突破反导系统的大国重器 而且还在不断升级其防御系统 最近俄声称还将开发500、S600和S700,甚至是S700能对应对太空的威胁 而且俄罗斯先进的S400已经出口多个国家,十多个国家有意向购买S400系统 这都是对美国的巨大威胁,因为俄罗斯的S400系统具有射程远、激动性强、反应坏等优点 是世界公认的最先进的防空系统 而另一个新兴亚太大国也正在加速赶上,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俄罗斯 相比俄罗斯,国产超音速武器也多次成功实验,激光武器也让美国颇为忌贷 红旗系列防空导弹和防御系统新进程度不亚于俄罗斯和美国 甚至在反导上可能比美俄还有独到之处 对此美国专家认为,俄罗斯等国防空武器已经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威胁 美国必须改变这种态势,因此美国才决定调整其防空战略 建立独层次的防空体系来应对 专家认,值得庆幸的是白宫已经给美军的导弹防御部门头 入了数百亿美元的特别经费,以帮助美军建设更加完善的防空网络 除此之外,美军还在考虑在太空部署发导拦截器 又以来写那些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的卫星和其他太空武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